亡年戀夫妻可伯和新何太受到傳承的關注 可伯今日經傳中風入院 可伯香港後援會今日在群組發文說 可伯已經搶救成功 經治療後已經出院 又何太大了回家 又叫大家給點空間 不要打擾可伯優養 不過大部分網民都不相信傳聞 又有人說 今日可伯和何太才開直播 消息可信性很低 不過適逢今日是農曆七月初一 即是傳統習俗上鬼門關大開的日子 有網民就搞笑地說 鬼門關今天開了 2020年港者廖惟儀更有去了珠海拍攝節目 並且去到當地的海鮮市場 見她穿著背心和短裙又握著風扇仔 但仍然一面無奈 真是看照片都感覺到有多熱 田聞得到不少網民的留言 她亦都很積極地親自回覆 當中有網民就說 因為她不紅 所以就得到這樣的待遇 她就回覆說 食宿交通等安排都被照顧周到 還奢求些什麼 又有人指她被TVB高層針對 她就回覆說 在珠海吃好住好 只是連天氣都太好啦 大晚女神林明貞樣子漂亮身材正 但條件極佳的她就單身多年 日前有報導說 她原來已經暗託男神級別 被她年輕7歲的女雀安 有讀者爆料 說她們去歐洲拍拖 不過近日Edan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否認戀情 但就承認 的確有在歐洲 和林明貞一起吃飯 又說不敢再和她吃飯 不敢啦 大佬不止香港打我 大碼台灣都打我 真的不要 不夠打 而最近網上就流傳 疑似她們在荷蘭一起撐桌腳的照片 見到林明貞似乎吃得相當滋味 據知當時同桌就沒有其他人 享受二人世界 謝東敏在深夜突然宣布離巢 在2010年參加歌唱節目《超級巨星2》 奪得第四名而加入演禮圈的她 但就主力拍劇 她在社交平台上發文 留言是時候要說再見 謝東敏近年出演多套無線劇集 亦都主演了本尊就位 她亦曾經因為非文女友朱自然出軌的事 而成為焦點 當時她還陪著朱自然出席記者會 回應自己可能都有一些責任 有網民都大讚她心情 最近鄭浩南因為分辨 再度成為新聞焦點 究竟她怎樣面對這段低潮 在感情路上 何時可以重新出發呢 哪個前妻 剛剛分開那位前妻 我都不記得這個人 記你做甚麼 提起她是否不開心 無謂記了 記一些正念的事 幾系統不會用來記沒有用的東西 下了些位置 你看到我不是很平復 我不是很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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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很喜歡笑 還會不會想感情事 有甚麼想 做甚麼想事 不要想事 再算了 我都59 即是60 不說這些 想看竹本的專訪內容 記得留意我們01娛樂的專訪 香港隊在巴黎奧運的第一金 是由今年30歲 有微笑劍後之稱的江文慧奪得 她奪金的消息一時間成為港人的討論話題 但她今早就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退役 她說很感恩 可以用差不多20年的時光專心打劍 衷心感謝家人和朋友沿途的鼓勵和支持 在完成三次奧運之旅之後 她決定休息一下 告別全職劍擊運動員的生涯 她期待有新的職業發展 也會設立慈善基金 讓小朋友重拾運動的樂趣 何思培在今屆巴黎奧運 先後獲得200米自由泳和100米自由泳的銅牌 兩屆累積兩銀兩銅 成為港隊歷年來 獲得最多奧運獎牌的建議 年僅26歲的她 離開泳池之後 和一般少女一樣 都這麼喜歡玩社交平台 何思培在奪獎之後 多個品牌都紛紛發文觸獲 有北歐品牌就將她們旗下的吉祥密沙沙 惡搞成為何沙培 以搞笑的方式恭喜何思培獲獎 想不到何思培本人竟然現身 用3個鯊魚的emoji回應 還主動加碼提出 需不需要頂泳帽 令品牌職員相當驚喜 說很需要 還說可以拿養了4年的 另一隻吉祥密金仔來交換 何思培之後就回覆她說 你這麼辛苦養金仔 不如我直接送給你吧 她們一唱一禍的互動 令不少網民都大讚 何思培真的相當可愛 李易喬和紅雜妹 和拍拖七年的圈內男友 蕭詠雄正式拉上天窗 恭喜恭喜 好適當 好 Hold住他 黏住他 黏住別停 好適當 你先說 嗯 生活中點點點點點 積在一起 要舉個例子 你好像跑步那樣 即是 短跑 每個人都可以跑到終點 長跑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跑到終點 那麼巧我跟他就可以在這個長跑 跑到一個終點 也是一個新的開始 是不是很圓 是不是很圓 其實很難得 他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有一條腦筋發達了 我的兄弟叫我千禧除之摩 哈哈哈哈 我只是自己 卡里的朋友在這裡笑 跟他一起我永遠都很開心 還有他 我很記得他很多時候 無論發生什麼事他都會跟我說 無論發生什麼事 怎樣都好 你都有我在你身邊 所以我覺得 人結婚就是要找一個 永遠不會離開你陪伴著你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找到了 就要跟他結婚了 你真的找到了 香港人現在做人 會不會收起性感 性感 我一向都不太性感 我性感嗎 老公 很性感 哈哈 你覺得嗎 有時候 有點尷尬 但有時候也沒辦法 我也想去天天穿好衣服 但沒辦法 香港天氣太熱了 我其實覺得健康性感 老公應該不會阻止 最重要的感覺出來是 開心健康的 不是暴露的 這樣也OK的 謝謝大家 提提大家 香港另一號食玩飛頻道 有很多深圳酒店住宿介紹 最重要是有Trip.com的獨家優惠碼 無論是訂深圳還是日本酒店 都可以省成5% 連結放在資訊欄 每個人精打細算的你 別錯過了 謝謝大家